到印度女性上厕所有多难吗 她们只能半夜提着尿壶去很远的树林里方便 如果白天想上厕所 那就只能憋着 就算流氓故意用闪光灯晃她们 她们也只能遮住脸 而印度的男人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随地大小便 到目前为止 印度还有一半的人家里没有厕所 因为印度宗教觉得 厕所是玷污神明的污秽 不过的地方 不可以见在家里 这部影片不仅改变了印度六亿女性的命运 还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 男主和父亲一起经营着一家自行车店 这天她接到一个订单前去送货 在火车上 她遇到了她一生的挚爱 她弃而不舍地追求到了女主 但迷信的父亲非让她找一个有六个手指的姑娘 于是男主做了个假手指给女主带上了 就这样 她终于抱得美人归 新婚夜里 熟睡的她听见有人敲窗户 她起身询问 外面的人说 他们是尿壶协会的 要带她去上厕所 妻子惊呆了 出生于上等家庭的她 不知道竟然还有人家里没有厕所 她不情愿地跟着出去了 到了小树林 她无法忍受在没有遮掩的地方方便 其他人便嘲笑她说 莫非 你的父母给你盖了一间宫殿式的厕所 妻子说 是的 我家就是有厕所 然后摔下尿壶气冲冲地走了 妻子回到家里 她告诉男主 自己没有办法在野外方便 如果不找到解决的办法 她就回娘家 中午吃饭时 男主说 想要在家里建个小厕所 父亲大发雷霆 说上等人家的儿媳 不尊重印度的文化 斥责他接受过太多教育 就会变得一无是处 看来建厕所是不可能了 男主想起来 朋友家里有瘫痪在床的奶奶 所以家里肯定有厕所 第二天一早 便带着妻子去了 到了朋友家 以看朋友奶奶为由上了个厕所 妻子出来后 她告诉男主 不想像今天这样偷偷摸摸地上厕所 夜里 妻子又想上厕所 没办法 她叫让男主和他一起去小树林 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是妻子第一次在野外方便 却被汽车路过的公公看见了 她连忙用杀金挡住脸 这种羞愧的事 竟然让自己的公公看到了 她再也忍不了了 上厕所被公公看到了 这件事放在谁身上 都是莫大的耻辱 因为这件事 她和公公大吵一架 而公公却对昨天的事情不以为然 一家人不欢而散 晚上 男主找到好朋友们 吐槽这几天的悲惨境遇 这时呼啸而过的火车给了她灵感 她可以利用火车到站的时间 让妻子去火车上的厕所里方便 第二天 她掐准了火车到站的时间 骑着摩托带着妻子去了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 麻烦又来了 这天 男主把她送到火车上 有事离开了 她让女主快一点 因为火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了 正当妻子上厕所时 有人把货物堆到了厕所门前 她方便完发现门打不开了 眼看火车就要开了 她大喊着让外面开门 外面的人赶紧搬开了货物 等女主出来时 火车已经缓缓开动了 这时 男主也回来了 她骑着摩托追赶着火车 并让妻子拉闸下车 而女主 大概是对这种没有厕所的生活厌倦了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男主离去了 过了几天 妻子因为夫家没有厕所而回娘家的事情 被写在了报纸上 父亲说 这个媳妇简直让咱家里蒙羞 让她好好管理家务事 随后 父亲又在整理牛棚的时候 发现了儿妻遗落的假手指 父亲气愤极了 儿子儿媳竟然合起火来骗她 男主深爱着妻子 但是 想让她回来就必须有厕所 于是 她看上了村子里拍戏时用的移动厕所 晚上 她就和弟弟一起偷走了厕所 她兴奋地告诉妻子 说要给她一个惊喜 不料 第二天就被抓到了警察局里 男主的奶奶找到了女主的娘家 对着女主一顿羞辱 说自己的孙子竟然为了她去偷厕所 现在正在警察局里 正说着 一群父女又捧了尿壶去方便 女主愤怒地打翻她们的尿壶说 女主试着唤醒这些 被糟粕文化束缚的女人们 她的言语对于这些人来说 好像无关痛痒 晚上 男主被保释回家 一进门就听见尿壶协会的一群女人 在那指责她和妻子 她怒怼回去 却被赶来的父亲巴掌伺候 尿壶协会的女人说她不尊重女人 男主却说 男主知道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妻子就不会回到她的身边的 于是 第二天 她趁着村里开会 说想要在村子外面建一个公共厕所 果然 大家都嘲笑她这个愚蠢的想法 就连身受其害的女人们也不同意 老人听到厕所这个词 甚至羞愧地挡住脸 封建腐朽的文化 已经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男主说 不管我的妻子回不回来 我都要在村子里建造厕所 此时的她已经不是在和村民们对抗 而是在与本国的文化对抗 这场由厕所引发的革命 将彻底激发女权意识的觉醒 这厕所英雄 为了给心爱的妻子建造厕所 她不惜以全村人为敌 她不顾父亲的反对 在家里建起了厕所 没过几天 厕所修好了 一觉醒来的男主 发现自己被锁在屋子里 而门外 父亲正在指挥邻居 疯狂的砸新建好的厕所 男主急疯了 他从房顶上跳下来 抢过他们手里的工具 和他们撕打起来 但厕所还是毁了 一向刚强的他哭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就是换不醒 这一群愚蠢的人们 这一边 妻子查到了政府 约29亿的厕所骗局 他立刻打电话给男主 让他拿着文件去找 负责这件事的部长 部长却说 当时政府确实拨款建了厕所 是村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他变成了理发店 裁缝铺等 部长让男主去收集证据 让律师向村委会提出公益诉讼 但文件批下来也得11个月 男主哪能等得起这么长时间 他们准备离婚 然后曝光给媒体 让全国都关注这件事 这招果然快速吸引了媒体 因为在印度的文化里 离婚是件难以启齿 并让人戳几两股的事情 更何况 他们是为了厕所而离婚 这件新闻 马上就引来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新闻很快惊动了领导层 同时 女人们也开始觉醒 纷纷提出要求建厕所 这天 男主的奶奶清晨起来方便 不慎滑倒在楼梯上 男主父亲急忙来福 奶奶哭喊着要上厕所 但是 她已经摔得没有办法行走了 她提出 要上那间男主给女主盖的厕所 男主父亲犹豫片刻 同意了 此时 父亲一生的信仰 和尊崇的文化在这一刻崩塌 她也开始动摇了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的妇女正在举行游行 他们说 如果男主和女主离婚 那 他们也会离婚 这么大规模的批量离婚 在印度还是第一次 这时 父长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情况 他问助理 为什么批个文件这么慢 助理回答官僚作风 说 这些文件批下来 至少要经过七个办公室 于是 他让助理关闭所有的厕所 并说 没有厕所上 大家都着急了 所以 原本十一个月才能批下来的文件 仅用了十二分钟就批下来了 最终 男主和妻子没有离婚 公共也接受了儿媳妇 并把之前的厕所修建好 作为礼物送给他 到这里 故事就完美的结局了 影片在一小见大地展现 印度人文奇观的同时 也完成了对印度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以及落后文化观念的自我反思 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在这个国家里 修建小厕所 却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厕所 这是大多数印度人的病态思想 当然了 这种观念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 如同出血后流的血痂 不能盲目地接去 不然血还会流 这部电影里涉及到了女权主义 在我看来 女权不是女性有没有厕所的权利 而是女性拥有自我的意识